如你所知 有关飞机事故幸存者的惊人故事非常罕见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有一个人不仅在飞机掉入大海后活了下来 而且还设法和饥饿的鲨鱼对抗长达15个小时 直到它被救出 你会怎么想呢 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 这故事发生在1986年 故事的男主角名叫小沃尔特·怀亚特 这位37岁的飞行工程师 在12月的一个下雨天 从巴哈马首都拿骚飞往迈阿密 双引擎比起飞机上只有他一人 然而这次飞行并不平安 在拿骚 怀亚特的导航设备被盗 现在他不得不依靠手持无间电和简单的指南针 当天空边岸时 飞机已经飞过安德罗斯岛 指南针开始疯狂地旋转 为了不偏离航向 飞行员试图寻找一些具有标志性的地点来引导自己 突然他注意到 他以为是连接到巴哈马最西部地区 比米尼的一连串岩石 但当沿着岩石向北方航行时 他意识到两件事 首先 比米尼不会在汹涌的浪涛中 第二 他绝对迷路了 非常恐慌 为了保持冷静 怀亚特打开无线电并发送一通求救电话 他随即收到亚买加航空公司一架迈阿密航班的回复 接着 他又向海岸警卫队发出呼救讯号 但在那之后 是请便得有些混乱 虽然猎鹰搜索喷击机 立即回复怀亚特的讯息 但猛烈的雷暴和另一次预险呼叫 却引起了混乱 结果 救援飞机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才联系上怀亚特的笔记飞机 所以 当橙白相见色的海岸警卫队 喷击式飞机出现时 已经是晚上了 而且 华亚特飞机的右引擎也出现了问题 猎鹰指挥官告诉华亚特说 将会在他附近紧急着陆 以试图鼓励他 他说 只有十公里远了 他们会赶到的 这架比奇飞机的飞行员终于放松下来 并听从了猎鹰的指示 不过 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厄运将至 突然间 他飞机的右侧引擎 在咔咔作响后坏掉了 接着 左侧油箱也空了 怀亚特意识到 两侧引擎都已损坏 因此惊恐万分 一切都如闪电般快速发生 就在一瞬间 飞机开始减速并急速下降 怀亚特大喊着 他要坠机了 但猎鹰飞行员只能在沉默中震惊地看着 这架飞机撞向大海并消失于海浪中 他在坠机的地方绕着圈 拼命地试图定位飞机所在 但是无论是飞机还是人 他都没看到 绕了几圈后 他仍没看到救生法 照明弹以及紧急讯号 这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 怀亚特没有活下来 尽管如此 猎鹰的机组员还是想继续搜索 但是燃油表显示 他们的油箱已经要空了 非常紧急 下午六点 除了将飞机开回基韦斯特之外 他们别无他法 没有人能相信他们刚刚目睹的悲剧 他们计划先加好油 再回来继续搜索 但是怀亚特的飞机着落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飞机接触水面后 这位飞行员的额头撞到了仪表板 几乎把他撞晕了 幸运的是他没有失去意识 仍然能够控制局面 他觉得飞机弹了一下 又猛烈地撞入水中 怀亚特拿着两颗照明弹 爬上了机罩 并为自己的救生衣冲好气 当他看到救援喷射机的灯光靠近时 松了口气 他急忙点燃照明弹 但什么都没发生 在发出嘶嘶声后 他就熄灭了 第二个照明弹 还在他手上时就破了 情况变得越来越绝望 这个男人所在的机翼 突然在他脚下坍塌 仅在几秒钟内 飞机就消失了 怀亚特也因此漂泊在汹涌的大海中 幸运的是 该飞行员有上过海上求生的课程 知道保存体力的重要性 但是尽管他有所尝试 半小时后 他还是开始颤抖 腿也在抽筋 不过最糟糕的是 他陷入了绝望 他知道 在黑暗 以及如此恶劣的暴风雨中 再加上汹涌澎湃的海浪 没有人能够在水中发现他 所以他决定游向巴哈马的 另一个岛屿萨尔岛 至少是他认为萨尔岛所在的方向 无幸的是 不到一个小时 由于猛烈的海浪 强大的海风 和汹涌的大海 他完全迷失了方向 但最让他担心的是自己的救生衣 由于空气正从充气管旁边的一个洞漏出 救生衣变得越来越塌 突然这根管子从救生衣上脱落了 左边也完全塌了 怀亚特使徒再次充气 但却徒劳无功 他只能对着管子对原本所在的洞吹气 并用手指将它堵住 但最紧急的是 当飞行员的前额撞到控制面板时 留下了一个正在肾血的伤口 疼痛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 他受伤最可怕的后果是 血液里有金属继位 吸引了在那个地区狩猎的鲨鱼 怀亚特并没有打算放弃 首先他取下了脖子上挂着的航空公司身份证 并用表带刻上了他的遗嘱 最西 房子 他希望人们能够读懂 他想把自己的房子留给女朋友最西的遗愿 此外他还为他的家人 及他的父母 他的儿子华特和女儿珍妮福留下了一条编码信息 143MDGWT 意思是我爱你们 在他将身份证牢牢地记在救生衣上后 他瞥了一眼手表 晚上八点 接着突然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撞到了他的腿上 原来是鲨鱼前来享受他们的盛宴了 这个男人的极度惊恐症差一点就要发作了 鲨鱼看似离开了 但华雅特知道一旦他们闻到了猎物就会回来 此外他的救生衣的右边也开始泄露了 不久这边的冲击管脱落了 和之前一样 飞行员将空气吹入洞中 并用另一根手指堵住 以确保不会有大量空气露出 他努力将头保持在水面之上 试图用口干舌燥的嘴接一些雨水 与此同时 在纪委斯特补充燃料供应的猎鹰队员 飞回了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比奇飞机的地方 救援飞机后 跟着一架海军直升机 其任务是给下面的大海照明 令人遗憾的是 风暴并没有平静下来 能见度几乎为零 这对飞机上的人来说太危险了 所以他们又受令回到了基地 将搜索推迟到早上 在水中 疲惫不堪的飞行员 赶到腿部受到了另一次撞击 他踢了一脚 惊慌失措中 不小心将手指抽出了救生衣上的洞 他开始被水充满 在某个可怕的时刻 他沉入了水中 他拼命拉拽 直到把救生衣脱掉 然后设法回到了水面 大吸了一口空气 他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才冷静下来 恢复理智后 怀亚特又给救生衣的左右式吹了气 并将身体放在上面 不知道自己在海浪上摇荡了多少时间 但终于乌云逐渐散开 但正当这位飞行员开始感到一丝希望时 眼前却出现了恶魔般的画面 前方有个距离他几英尺远的背骑 然后还有一个 又一个 这个男人意识到鲨鱼回来了 他们打算围剿他 当第一只鲨鱼潜入水中 并朝向他的腿游去时 怀亚特设法用脚后跟 大力地踢在了鲨鱼的两眼之间 这吓坏了捕食者 他游走了 尽管如此 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 继续在附近绕圈 当另外两只鲨鱼冲向怀亚特时 他又疯狂地踢了几脚 成功抵御了那些野兽 他的策略是 只要鲨鱼冲向他 他就全力以赴地将它吓跑 但是怀亚特也明白 他的反击迟早有落空的时候 那时也将是他的死期 当怀亚特看到云层和一颗明亮的星星向他靠近时 他觉得自己已经疯了 但不久之后 他意识到这是一架海岸警卫队的飞机 正盘旋着在搜索他 当飞机靠近时 怀亚特开始挥动他亮橙色的救生衣 以吸引飞行员的注意力 某一刻他还惊慌失措地以为他们没有注意到他 但他错了 在驾驶舱内 飞机的机长已经向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发射了无线电 他们距那里只有12分钟的路程 紧接着小船急速前往救援 就在那时 猎鹰的飞行员看到了围绕着怀亚特的巨大阴影 他立即给小船发了无线电 督促他尽可能快地抵达目的地 起初 怀亚特不明白 为什么这架飞机没有为他丢下救生法 但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他就得到了答案 一艘小船冲过海浪 这名男子将手挂在了底部的梯子上 两名男子不得不帮助他 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没有力气了 他被救出的时间是上午9点 也就是说 他在海上漂泊了大约15个小时 哇 你还知道其他哪些神奇的生存故事吗 在留言区里告诉我们吧 如果你看了这个影片后 学到了新知识 别忘了给我们的影片点赞 并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但是 嘿 先不要去研究大海了 我们的频道里还有超过2000个超酷的影片 等着你观看呢 你只需要从左右两边的影片里 跳一个 点击就可以了 请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